沙丘的阴谋 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到东南一带去巡视 他渡过乾塘江到了惠基郡 最后到了狼牙 随他一起出行的有丞相李斯 宦官赵高和他喜爱的小儿子胡亥 啊 我们从咸阳出来是冬天 现在往回走 却已经是夏天了 我们下一站会到什么地方呢 我听侍卫说 前面是一个叫沙丘的地方 我在电脑上查了一下 就在我们现在河北广宗县的西边 我怎么感到浑身不舒服 头疼得厉害 赵高 你赶快写信给大公子胡苏 叫他赶快回咸阳 万一我好不了 叫他主办丧事 继承王位 皇上 皇上 皇上驾崩了 我得赶快找公子和李斯商量 赵高怎么这样神色慌张的从皇上屋里出来了 好奇怪啊 我得去看看 啊 怎么的事 啊 秦始皇死了 啊 公子 丞相 你们看皇上的后事该怎么处理啊 唉 这儿离咸阳还很远 我们又一时赶不回去 难道要在这儿给父亲发丧吗 不行 万一皇上去世的消息传出去 恐怕里里外外都会发生混乱 倒不如暂时保密 不要发丧 等赶回咸阳再做道理 赵高 你赶快写信 叫公子扶苏回咸阳吧 丞相 是皇帝并没有正式册封太子 而现在皇上的御席 在公子胡汉手里啊 要是决定哪个公子接替皇位 还不是凭我们两个人的一句话吗 啊 赵高竟然要选皇帝 嘿 你怎么能说这种王国的话呢 嘿 你先别急 你想一想 扶苏和手边的大将蒙田 是什么关系 他们的关系很密切 那扶苏要是当了二世皇帝 蒙田不就要当丞相了吗 到时候你就只有回老家了 你看公子胡汉心而好 待人厚道 他要是做了皇帝 你我会一辈子受用不尽啊 那我们 造一份招书给扶苏 说他在外面怨恨父皇 并且同盟田将军同盟 使皇帝命他们自杀 我好像听到声音了 我好像听到声音了 好像有人 事不宜迟 我们得赶快行动 嗨 小琪 快醒醒 什么事啊 那个公子扶苏怎么样了 我们快通过电脑看看吧 蒙田将军 我接到父王的招书 说我在密谋反对朝廷 命我们自禁 公子 你我从未有过密谋 也没有反对朝廷 我怀疑这份诏书有诈 你应向始皇帝申诉啊 既然父皇要我死 哪里还能申诉啊 我去 公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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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扶苏死了 赵高的阴谋得逞了 嗯 这是什么味道啊 好臭啊 还有腥味呢 嗨 这都是因为天气炎热 骑士皇的尸体都已经腐烂了 啊 赵高怕别人发现骑士皇的秘密 在每辆车上都放了一筐咸鱼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啊 我实在忍不住了 哦 公元前二百一十年 在咸阳举行了秦始皇的葬礼 公子胡亥继承了皇位 做了秦二世皇帝 秦二世和赵高做贼心虚 怕日后篡夺皇位的事泄露出来 于是就大开杀戒 把二十多个公子公主全部杀害了 同时受到株连的大臣更是不计其数 不出一年 赵高把丞相李斯也杀掉了 而他自己则当上了丞相 你怎么会看起来的呢 我先带下来的启祂 那两个人说 他再大家看起来的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